今天突发消息 俄罗斯导弹突袭奥德萨港口 企图暗害泽连斯基 川普拜登双双获胜将再次对决 马斯克与川普会面或强强联手引发猜测 联盟多与华春莹过招 中国电动车在美国黄了 两会期间北京坠落巨大的火流星 被贬值的军中老虎突现身 报告显示 拜登命名航班在去年已经运送32万名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 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3月6号 星期三 今天为您带来的消息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今天3月6号的早些时候 俄罗斯导弹袭击了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 袭击地点距离一辆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和希腊耸礼米索塔吉斯基的绝密车队只有150米 虽然这次袭击没有成功 也没有造成车队的人员伤亡 但是据信目标是企图暗杀泽伦斯基和车队当中的 其他几名乌克兰高级官员 美国广播公司也报道说 这是俄罗斯企图第6次暗害泽伦斯基 希腊官员表示 尽管导弹落在了大约500英尺以外 但是泽伦斯基和希腊代表团成员没有受到伤害 泽伦斯基也回应道 俄罗斯要么疯了 要么他们无法控制恐怖分子的行动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X平台上写道 这次袭击是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中 懦弱策略的另外一个迹象 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X平台上也说道 没有人被这种新的恐怖行动所吓到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乌克兰 外界认为2月26日 欧洲各国领袖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会议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也表示 不排除派遣西方部队进入乌克兰作战 普京也放下狠话要小心核武还击 昨天3月5日马克龙在捷克发表演讲的时候 呼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面对俄罗斯时不要怯懦 并且坚持先前提到的一致协调行动 所以外界不排除俄罗斯有威胁恐吓之意 3月5日美国超级星期二 川普和拜登在美国15个州和美署萨摩亚 举行了党内初选 川普几乎横扫所有共和党初选结果 党内唯一的对手黑力仅赢下了佛蒙特州 并且在今天宣布正式退选 而拜登在党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今年大选这两个人很有可能会再次对决 与此同时有消息说 川普和马斯克近日毁了面 这引发外界猜测两个人是否要联手 综合媒体的报道 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初选 拜登是拿下了15个州 但是意外在美署萨摩亚 却输给了52岁的商人帕尔默 当地民主党说 帕尔默是赢得了51票 而拜登是赢得了40票 但仍然不影响拜登竞选连任的这个态势 而共和党这边 川普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赢得了15个州 只有佛蒙特州让黑利拿下 而黑利在今天宣布退选 川普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所需要的1215张党代表票 他将会成为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人 值得关注的是 在加州这个蓝州 川普也获得了党内169张党代表票 今天6日 在黑利退选以后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宣布 他将背书支持川普竞选总统 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很明显川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选民的必要支持 成为我们的美国总统提名人 作为提名人 他将得到我的支持 这一点也不奇怪 而这让川普和拜登再次对决 是更进了一步 今天另外一个重大的新闻 纽约时报的消息说 马斯克3月4日与川普在佛州会面 据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一直称赞马斯克是亲密的盟友 并表示希望尽快与马斯克进行一对一的会面 外界很多人猜测 不知道马斯克是否有为川普竞选捐款的计划 而马斯克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也表示 拜登必须在11月份被击败 不过今天马斯克发了贴文澄清 自己不会给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捐款 外界有观点认为 目前川普面临被罚5亿多的罚金 对于川普来说 这是一笔不小的现金数字 而马斯克坐拥2000亿 如果他能帮到川普 会解川普的燃眉之计 而且马斯克是说 不会捐款给总统候选人 但是并没有说不可以借钱 马斯克最近在平台上 也是猛烈的抨击拜登的边境政策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了帖子说 川普和马斯克周日在佛州见了面 打破亡不见亡 两个人自从2017年川普退出巴黎协议以后就交恶 中间不见面 偶尔还隔空交火 马斯克期间从头民主党到共和党到德桑蒂斯 到今天川普成为共和党共主 但缺钱缺科技平台 马斯克坐拥2000亿美元 X平台和1亿7500万的X粉丝 方伟也提问他们是否会联手呢 很多网友回复 有人说君子何而不同 两人都很清楚 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美国正处于危机当中 需要他们携手合作来拯救 也有人认为马斯克由于他的孩子变性 认清民主党的恶劣本质 他们会联手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到了必须一致对外的时候了 再为小事争吵 不但不会有结果 反而会一起失败 这一次大选不仅是他们两个人输不起 美国也输不起 还有的人认为 小马哥支持川普才能确保他的利益不再受损 民主党继续执政 小马哥就是下一个待宰的羔羊 那您觉得川普和马斯克会联手吗 也请大家在下方分享您的看法 就在美国两党更比赛谁最反共之际 拜登指示美国商务部调查 中国制造的智能型汽车 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表示 中国的智能型汽车 就像是一部带着车轮的iPhone 可以知道开车人的一切资讯 包括位置 去哪里 甚至与家人和医生的谈话信息 以及一切生物识别资讯 这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急得直跳脚 联蒙多说 设想 例如有数百万辆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 每天每分钟都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并将他们发送回北京 这太可怕了 联蒙多还提到 设想一下 如果有300万辆中国车辆在美国的公路上行驶 北京可以同时将他们全部熄火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华春莹则在X平台上发帖 跳脚反咬美国说 iPhone是美国产品 你是不是在暗示iPhone 特斯拉 甚至是播音 一直在将机密数据传回美国 随时可能会被华盛顿关停呢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 也用了华春莹的逻辑反驳美国说 中国是不是更应该担心 华盛顿能让中国用户的上一部苹果手机 把信息输送回美国 甚至同时黑屏呢 乍听确实让很多人都蒙圈了 不过华春莹和毛宁没有告诉中国人的是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有正常的民主选举 以及自由贸易 没有企业必须要听从某个政府或者政党的做法 也不敢安装窃听的功能来断送自己的企业 拜登在2月29日的声明中说 中共决心主导汽车市场的未来 包括采取不公平的做法 中共的政策可能会让它的车辆充斥我们的市场 对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任期内 据美联社报道说 代表福特 通用汽车 丰田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 汽车创新联盟 他们都表示支持拜登政府保护大众出行安全的目标 中共两会异象频出 首先是中共总理李强发生了重大口误 其次非常诡异的是 被免职的军中老虎突然现身两会 另外 两会刚刚召开 新疆 西藏 甘肃 辽宁都发生了地震 北京还传出 两会的第一天就有巨大的火流星坠落 预示着2024年中国必有大变 今年中共两会一条最引人关注的新闻 也就是中共总理记者会的取消 而今年记者会的取消 让中共总理李强失去了这个机会 不过没关系 这位中共总理换了一个方式 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代表中共政府向全世界进行了公开告别 李强在两会的发言中 铿锵有力地说道 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 后会有期 接着他发现口误了 马上改为未来可期 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外界说 李强的这个金句释放出告别的信息 这个信号让无数网友感到兴奋 人们在X平台上纷纷表示 李强一不小心把心里的大实话给说出来了 为啥这句话听起来这么像离别赠言呢 有人还说道 看到局势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已经回天乏术 2024年必有大变 另外 两会还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就是去年已经被免职的前火箭军政委徐中波 现身中共两会 另外 频传被查的战略志愿部司令员巨干生也现身了 3月4日 中共人大二次会议的军方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成立 从央视国防频道播出的画面 也显示了徐中波出现在镜头内 现年64岁的徐中波 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 被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拔为上将军衔 而就在去年的7月份 中共前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 还有这位政委徐中波都被免职了 不过按照中共以往的惯例 失踪的官员露面也不代表他没事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俊先生认为 我觉得他可能代表着两方面的信号 第一个露面的这个人呢 他是火箭军的前政委徐中波 政委嘛 我们都知道他其实主要是负责一个军种的政工的工作 说白了 他担负着一种类似于监军这样的一种角色 那么徐中波在销售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突然出来露面 但是呢 他的职务仍然是被粘掉的 可能是代表着徐中波 他自己本人并没有直接的卷入到 火箭军是因为泄密呢 还是因为有其他重大的安全问题 包括这个腐败啊等等 但是他作为这个火箭军的政委呢 他必须负有领导的责任 所以呢 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以后 可能发现他没有这样一个太直接的利害关系 卷入到里面 那么可能相当于就放他了一马 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 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 可能习近平他是想要释放一种稳定军心的信号 因为我们看到不光是徐中波有出来露面 其实包括这个战志军的司令拒前生 也是消失了半年多的时间以后呢 他突然出来露面了 他们两人的露面 我觉得习近平应当是有意的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对军队的高层将领又打又拉嘛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可能也通过这两个人的露面 来释放一个信号 意思就是说 只要忠于习近平 只要说没有涉及到重大的忠诚的问题 那么还是可以被放过一马 两会上除了政界尽险败相之外 天象呢也示警中共今年必有大事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 3月5号上午10点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发生了5.3级地震 震中震感强烈 而在此前一天 也就是中共两会的第一天 新疆 西藏 甘肃 辽宁 都发生了地震 大家觉得两会刚刚召开两天 中国到处地震 这也太不对劲了 着了地震 在两会第一天的凌晨 北京市基连出现了两颗巨大的火流星 从空中坠落 在下坠的过程当中爆炸 迸发出耀眼的绿色光芒 瞬间照亮了夜空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 火流星坠落 往往预示着地上有大事将发生 可能有重要的人物要死去 或者发生战争等等灾难 民间认为火流星是社会动荡的先兆 往往是与政权倒台相关联 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976年吉林罕见出现陨石雨 其中有三块特别大的陨石坠落 同年中共三巨头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相继身亡 唐山还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超过24万人丧生 中共两会首日 北京坠落巨大的火流星 中共官媒几乎没有对此进行报道 但是中国社交媒体上 火流星坠落的视频被热传 不少网友说 天象昭示中国必有大变 这是暗示中共党魁习近平 可能要下台或者发声不测 据《每日邮报》以及Newsmax等等媒体的报道 从移民研究中心信息自由行动起诉拜登的诉讼中发现 拜登政府利用秘密航班 将32万名非法移民从别的国家 直接运入到美国的城市 3月4日移民研究中心在首次报告中说 拜登政府已经承认 通过一个电话的应用程序 他们将32万名非法移民 用秘密的航班运送到美国 是为了减少边境压力 而移民机构的律师也声称 他们目前不能透露这些地点 否则可能会造成国家安全漏洞 遭坏人刻意破坏 而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批准了秘密航班 仅去年一年拜登就用纳税人的钱 让这些航班将32万名非法移民 从外国直接运送到至少43个不同的美国机场 马斯克也在X平台上分享了每日邮报 关于秘密航班的这个事件 他说拜登政府是在进口选民 没有经过审查的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 会造成国家的安全威胁 很有可能正在为比911更为糟糕的事情奠定了基础 而那只是个时间问题 目前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 拒绝透露秘密移民航班降落的机场 拜登政府使用合法的应用程序CBP-1 目的是减少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 符合条件的国家包括古巴、海地、委内瑞拉、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威地马拉、宏都拉斯、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公民 而那些无法合法进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他们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序申请旅行许可 并可以从这些机场获得临时的人道主义释放 还能得到两年的合法身份 这期间成年人可以获得工作许可 拜登政府将这些计划都隐藏在家庭团聚计划中 有网友愤怒地表示 为了减少边境非法移民 就把人直接用飞机接入到美国 每一个正常的美国人民 怎么能够容忍这种摧毁美国的非法手段 这么做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用非法移民来增加非法选票 这是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 您是怎么看的呢 也请大家在下方留言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